风沙朔墨西孔雀桓 甚分平脉西是楼兰 作为古丝绸之路西出阳关的第一站 楼兰古国有着极盛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 然而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 楼兰王国却从公元四世纪随岁月的封城游离 消失得了无痕迹 引来富人无限瑕疵 1991年著名导演张子恩将目光投向了 在戈壁大漠中沉睡了一千五百年的楼兰 神秘的墓穴宝藏 激烈的夺宝厮杀 天山脚下一段千里荒漠万丈沉烟的凄美传说 梦断楼兰 家女刘备绝佳身手如何练就 然后当时一下就哭了 男主角又会亮出怎样惊人绝体 敬请期待梦断楼兰剧组 18年后 牛津岁月首次相聚 让我们热烈掌声请出本片 女主角 女主角文兰的扮演者 著名演员刘备 作客留金岁月有请 你好 刘备欢迎 大家好 谢谢因为你们的惦记就给了我动力和鼓励 欢迎刘备 请坐 梦断楼兰的这部影片的演职员表当中 刘备的名字是那个培养的裴 早期用过的那个字 所以后来虽然你的名字是改成那个贝蕾的贝 但大家习惯于还是叫你刘备 因为小的时候一直都家里都叫刘备刘备的 所以就还是听这个更习惯 我们都知道刘备现在是在很多影片当中是演一现代女性都市青年 为什么一部打戏会找到你呢当时 因为我以前学京剧 然后就会一些武打动作 我觉得武打戏挺上瘾的 虽然摔 磕 碰 也真的是逞强 有的时候真的自己能摔 我就说摔吧 不就腾一下吗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飞下来 然后坐在地上滑了一段 然后一腿踢上去的那个 当时给我磕的也是 也冒金星人眼泪就掉出来 就我不知道 我应该是跳起来 从一个台子上跳起来 跳起来让他们五十一蹬 一拉我 然后这样我落地 第一次试的时候呢 我就拿这个肩膀撑的地 然后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 你不要用肩膀撑 然后很容易你就戳舌了 我说那怎么办 说你用后背着地 我说行 等到实拍的时候 几个五十一拉我也有点劲 我也不知道我是当时怎么了 我一下子脑壳就磕到地上了 当时就特像那个死狗一样 拖着走 无论是青春乖巧的女秘书 还是成熟世故的女老板 或是青春靓丽的城市一族 刘备给观众的印象 总是都市味十足的白领女性 1991年 凭借着电视剧《过把瘾》中的精彩表演 刘备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女配角 我也得喝点 1998年 刘备在电影《甲方倚藏》中 把一个清新自然 大方善良的都市女孩 轻松自然地诠释出来 获得了第二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奖 有谁曾想 这样一个都市女性 却是一个炼家子 1985年 刘备毕业于北京戏剧学校金举专业 有着京剧身段的她 在影片《梦断楼兰》中 饰演了一位飞檐走壁 英勇果敢的侠女 文兰 你拿上梦剪 赶快走 我不走 八战亏人多 一定会包抄过来的 那你怎么办 我跟你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然而 影片中武艺高强的她 却在拍摄时 在骆驼面前 失足了面子 小心 我听说刘备还有个外号叫骆驼 其实还是没经验 你看刚才骑骆驼很高 然后我还要带两个大的箱子 骆驼上拴了两个箱子 所以我只能再把腿平放在那两个箱子上面 就不是骑在骆驼身上 骆驼一跑的时候很颠的 就我觉得特别像要掉下来了 我就抓那个驼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不能抓驼峰 我不知道啊 然后我就抓那个驼峰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骆驼 那么长的一脖子 一转头 我那两条腿就这样架在那个箱子上面 它那个嘴就张在这儿 当时我觉得我那腿只细 它就骆驼在那叫 然后我就我也在叫 我当时觉得它那个嘴 它只要不叫了 它那个嘴一闭上 我这条腿就没有了 因为我那腿这样子 它那嘴就要在这儿 使劲叫 而且那颗一颗牙都要有这么大 这很大一颗牙 我当时想这要是一口牙 我就完蛋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开始就 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掉 就是我没有想哭 就是眼泪不停地就在那儿流 后来最后导演说 那你下来待会儿吧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了 我就下来了 坐在那儿 我就脑子一片空白 我坐在旁边 然后是我们原来的副导演 刘淼淼 他特别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骆驼是挺吓人的 然后我当时一下就哭了 就是之前那个掉眼泪 真的不是你觉得委屈 没有情绪的那种 不知道为什么 受了惊吓了 可能就是 然后我一下就哭出来 我觉得我特别委屈 忍不住 后来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大家都在等我 后来说哭一会儿了 那意思就说你哭够了吗 我说行可以了 然后好再来再上去 再上去那骆驼一走 我又去抓那个驼峰 那骆驼又一回头 又叫我又叫 最后又哭了 反正最后就是那一天好像 我就不停地在那种惊吓状态当中 就不停地流眼泪 后来是就是演我父亲的那个人 因为他说新疆话 我们很难交流 所以他就后来人家告诉我说 说不让你拉那个驼峰 我说啊为什么 说现在是骆驼在发情的阶段 然后那个你不能碰那个驼峰 我说那为什么不刚才就告诉我呢 然后他们当时就笑我 说没准你还是把你把骆驼吓着了 骆驼没吓着你 然后起个外号叫骆驼陪 就说刚才骆驼是多大的声音叫的 你就是多大声音叫的 就是翻冬雨给起的 我们那个动作指导叫翻冬雨 我当时有一段时间 我就从心里就特别恨他 因为之前到了新疆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们打拳把 然后他就老再说 他说你怎么那么肉啊 就老骂我 就觉得我觉得我都已经非常非常 就是你已经豁出去了那种 他也说你真笨的 你真慢的 我当时每次后来我就想 我从心里特别恨他 但是也不敢那个跟他顶嘴 然后一到打拳把的时候 我就想这是翻冬雨 就要开始打拳把 早上就是武术指导 对 梦断楼兰当中 除了我们女主角刘培之外 还有很多男演员的精彩表演 给这部影片也增添了那种 雄魂的一种力量 影片当中 男主角彭仲雄的扮演者 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叫假石头 拍完这部影片之后 你跟假石头 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好像没有见过面 之后到现在比如91年到2009年 其实有18年了都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见过 或者是联系过 好像是 好的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也把在影片当中扮演男主角的 假石头先生也请到刘金岁月节目当中 我们跟刘培热情相见 有请假老师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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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还是那样的 真的还是那样的 对 对啊 对啊 看看对方有什么变化 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还那么漂亮 谢谢 谢谢 欢迎假老师 其实呢 就是说石头扮演的是一个沙漠游侠的感觉 就是身手非常不凡 因为我原来是杂技演员 陕西省杂技团 哦 底座就上面站十几个人 哦 在下面扛着 扛着大骨干 那您最多的时候就身上扛过多少个人 那个最多是12个人 哦 假石头 他的双肩可以扛起一千多斤的六人排椅 凭借他立拔山西气概式的勇猛和壮硕的身形 假石头塑造了许多影视剧形象 如西游记里的青狮 水浒里的忽颜镯等等 作为假石头的荧幕处女座 影片梦乱楼栏中 他除了展现出一个大漠游侠的潇洒身手 还充分发挥了作为大历史杂技演员的特长 站住 一个无麻分人的镜头 让观众叛为观止 大历史展现魔术绝技 无麻分人如何震惊世界 代表这个节目就出发过100多个国家 流金岁月精彩继续 那个无麻分尸实际现在咱们现在看的这个 它上面都有身上都有那个防护的呼锯 有那个钢丝绳啊 但是就是有一条就是刚才放的就是它一个特写 就是把人特别悬空特别高的一个 那个是把我绑在两个卡车上 它就等摄像机再向着往上开就显得好看嘛 结果这个司机呢 他可能这个油门啊什么配合啊 就是它实际要求你就拉平就行了 结果它踩着油拉平了还在家 还在往前走 那么这个轮就原地啪就转 这个就是得说更进一步验证了 我不断就是能抗拒那么多人 这方面这个力量过去咱没练习过 我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在电影首映式 当时就提出来 你能不能把你影片中的一个 五马分尸这个展示一下 他说用摩托车吧 我说行 我说你先找五辆摩托车就试一下 我觉得比这个汽车的那个力量要小得多 完了就做这个表演 后来代表这个节目就出凡国 一百多个国家 也进入了吉尼斯大全这个节目 那今天 贾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展示一下 哎呀 这好多都是要道具的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简单的能表现您的这个 这样吧 我把一段牌词给大家在这朗诵一下 到哪儿 好 这个也到吗 过来 好 谢谢 文教授 兰兰也回来了 我明天就回北平了 我要找我的师弟去 我要走之前 敬你们两碗酒 你们随意 我把酒喝了 好酒 这是我们楼兰酿制的酒 再尝尝进一碗 你说什么你要喝我们楼兰的酒 特想喝 刘培也想喝 刘培想喝 刘培不能喝 你喝可以 我给你便便便 真的 我们楼兰的酒 给你便两碗 好吗便呢 把这两个碗 往上一举 我给上面说一声 上面 给我这来两碗酒 倒两碗 来两碗来了 来了 来了 又来两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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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他就看他说完了 这不就变出了这家吗 这个楼兰英雄非常激动 我们从拍完这戏将近20年没见过 我想亲自给刘培表演一下 怎么表演呢 便一碗酒给他 对 他的一个碗 他叫单碗取酒 两个碗叫双碗取酒 两个碗这么一盒叫合碗取酒 两个碗这么一盒 我手在这儿这么一发说 再给我来一碗 他又来了 咱们看好了 再给我来一碗 来一碗 来一碗 再给我来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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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这儿来了 再给我来一碗 太厉害了 小老师这个绝技我们今天是欣赏了 很过瘾 谢谢 小老师也提到他也有几次历险 从那个山上跳到汽车顶上 我必须要从三米 也可能四米高 你必须要有一个往下跳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在咱俩团是体座 一般都是在下边站着的 我过去没跳过 再一个老是在下边站的人 上高空还有点怕 你是男主演 你不跳 人家全体式为你跳 也不行 所以跳吧 但是害怕 没办法了 没辙了 车还离我了 起码能快到摊 跳起 眼睛被吓得 一下去 刚好跳到车顶的后半部 车往前一开 我就翻到尾巴尾灯那儿 第一条还没有拍好 翻下来了 完了以后 当时就疼得 不知道哪儿疼了 疼麻木了 完了以后就来个第二遍 第二遍 他正好跳在车的前边 他车往前一跑 正好趴在车边 打碎了玻璃 救出那个叫肉 刘培当时你都在场吗 没有 我们就是有一个 后边有一个摆胶砸伤了吧 对 那是最后一场戏 他那个弟弟把我们两个推出来 然后那个门掉下来 然后说好的时候 都当时跑快点 跑快点 行行跑快点 后来就把他腰给砸伤了 这场戏 这场戏呢 实际就是我跟文兰 还有我的师弟 就是在地下那个通道里 掉下去就摔下去 摔下去 摸下去 你正走着一个 大木头门 从空中 啪下来 那边有十几个人拽着 就是我师弟在后边 啪一推 我俩一出去 那边手一松 那门就下来 因为他一放烟 可能就是 那边一推 我可能也是反应慢了一点 还是怎么回事 当时就懵了 因为刘培燃营出去了 我头看一头 我慢了一点 啪的门下来 那个门 从很高很大的门 你看十几个人拽着那种木头 砸到哪了 砸到腰上 砸了以后 我就不知道了 等我知道以后 就在医院躺着 完了就拍一片 拍完以后 就是骨裂 骨折 现在就是要求你躺在床上三个月就不能再动了 再动你就会瘫痪 甚至最后那些镜头 还有几个镜头没拍完 对 那必须我拍 因为都是我俩最后的主场戏 那全是替身的就不行 对 后来 我说这怎么办 我说我给医生说 我说你给我打一下封闭针 把医生抬到现场去 医生说不行 这个我们不能给 你要去肯定残废了 我说出了什么事情我来负责 你给我打封闭针 打完以后就把我抬到现场 拍完以后 我差不多大半年快一年 就没回到陕西省杂技团了 那就不能给人单位说 拍戏吧 腰砸断了 后来有什么后遗症吗 后来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也不知道 那您真是个奇人 我觉得 居然没有什么事 在这部影片当中 贾石头和刘培是我们的男女主角 都是身怀绝技不凡的身手 影片当中也有一个大反派 一个盗匪的头子 马战奎 他的扮演者也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非常优秀的演员许环珊老师 有请许老师做做刘金作业 有请许老师做做刘金作业 许环珊算得上是影坛的长青术 他在荧幕上塑造的汪文轩张衡 屈原等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 三十年前表现中日友好题材的故事片 英是许环珊的处女作 他硬朗和柔情结合的表演 让观众眼前一亮 他在双雄会中饰演的李自成沉着坚定 于困恶之中见英豪之气 在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同名影片《寒夜》中 饰演的小职员汪文轩 真实地刻画出抗战期间陪读重庆普通知识分子 那种忧郁寂寥焦灼的心态 影片《梦断楼兰》中 他饰演的是沙漠中的土匪头子 狂妄残暴 然而生活中曾经在新疆生活了十几年的许环珊 却对戈壁沙漠有着深切的情感 日本人看了楼兰古墓 回楼兰 慧为宇善其数的他 对于这部描写西部荒漠传奇的电影 也有着许多珍藏心底的秘密 刘培你知道吗 就说许环珊老师直到现在对你还特别愧疚 他失手打你的耳光让你遭了不少阻 刘培当时年龄很小 二十才出头 一个非常清晨的小姑娘 我当时确实心里很担心的 后来我慢慢的就放心了 听说她是学过京剧 那么京剧一般都会有些的 这个身段的锻炼 对 练功 就不会像一般的孩子们就可能会受伤 刚才你说的打那是没有办法 导演叫打我觉得非得打 而且还不能打得让穿帮了 让人家看出来是假打 那只好一狠心 当完之后就问她怎么样 她说 没事 但是我看见她眼睛已经在闪动着泪花 可怜了 对 对 还有一场戏也是让我非常心疼的 我骑了个马从一个坡上旁边走过去 他站了个坡上 当然说你要马进去的铁井一把抓了它把它搁到马上 趴下来 你还近点吧 对 这个事情 第一 这要足够力量 那时候我才五十出头 力量 当然不如她了 她一个人可以举九个女人 但是必须要做到这 也没法用提升 她跟我配合得很好 自己带跳带蹦 就是带着表演过去 一把这 知道马上是这种原型马上前面是翘着的 一打 咔哟 就磕着她的肚子腹部 哎呀 徐老师真疼 就磕着胃着我 当时我说 相信没办法 她要那个情节 要那种动作的效果 说起来我想起来 刚才我就看那个回放的时候 我还记得就是那个 那次真的很感谢徐环珊老师 因为我骑马的时候 他们说大全景其实没事的 但是真的是没有经验 年轻的时候就 越是大全景 那个马一定要跑得很快 才能看得出来那个马在跑 那个徐环珊老师是演一个反派 反一号 他在后边带着很多黑风在追 跑着跑着 突然间马就掰到了 他一掰到我再一条腿就拖瞪了 因为他突然间转弯了 我跑得很快的时候 一条腿就拖瞪了 然后就开始上山 我就当时就在想 我怎么办呢 我是下来呢还是不下来呢 就脑子里边在想 然后我就看那个山 那山特别高 挺高的 我说这要给我拖到 把山腰再跑 滚下来我就完蛋了 我就想 我把这条腿 另外一条腿就把凳也拖下来了 我想我干脆跳下来算了 真的年轻 胆大 是无知无畏 准备从马上到下来 我就想说 说是跳指 肯定是滚下来 滚下来我就觉得后边 特别多的马就过来了 很多很多马 因为我是滚在地上的 马很多 马是不踩人 但是他会不小心会踩人 然后马很多 大家都 那个马都没有地方下蹄子的时候 反正就很挤 我就记得我好像被挤着 然后就 有马蹄就撩着我的头发 因为我是这样 撩着我的头发 就这样踩过去 当时觉得真的很可怕 但是是许航江老师 后来把后边的马全都给拦住了 要不然就太多马过来 就根本都没法 肯定就很危险 在这种戏里边 一个马一个枪 那是最危险的 因为那马跑得太快了 太快就把后面的全都带动起来了 但是它是在前面 我不知记不得 反正我看的影子不对了 不是正常骑马状态 我坏了 出事可能也掉下来 那是后面一下过去就不得了 还有50匹马 还有50匹马 那里过去 尽管你躲躲 开一个在山道里头 一个家道里头 拿着马勒起来 你这个马跑得 几个就像开车江阵到了80速度的时候 你勒住它 也怪那是年轻吧 我真是把吃奶精了 两脚 江阵都快踢断了 把那棚马给勒住了 他勒起来 他再横过来 他也横过来 人家后面这些也都是很有经验的一些 有的是哈萨克族 他们都很会骑马 勒走之后 他们也再慢慢画下来 好像这样子 到他就不会造成危险了 是吧 如果那时候反应慢 或者是不能够处理 就很难设想了 走 经历生死一线的刘备 定没有因此对拍马戏产生恐惧 相反的 随着深入体验生活 刘备和剧组其他演员 都爱上了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 而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楼兰古国 也引起所有人的无限遮想 古楼兰又是古丝绸路上 西出阳关的第一站 当年在这条交通线上 是使者相望于道 交通繁忙 城市经济繁荣 奇怪的是 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 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 却从四世纪之后突然神秘消亡了 过了一千五百多年 瑞典看剑家斯文赫蒂 于一九零零年又将他重新发现 因而轰动世界 被称之为东方庞贝城 神秘的楼兰 在他被重新发现的一百多年里 每一个有关他的发现 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影片中扮演刘备父亲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演员穆格塔尔 经常给演员们讲述 关于陈洛荒漠深处的楼兰传说 也成为演员们最想念的人 玩什么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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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 爸爸 回家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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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演他父亲的那个演员 叫那个 麦克塔尔 是少数民族 很会表演 很会演戏 各自还到一米六左右 很幽默 我们在一起合作 非常非常的愉快 就是穆克塔尔他本身是一个维族演员 他在影片当中扮演的是一个汉族人 其实这个戏真的 现在想起来 当时还真的是挺辛苦的 尤其是塔尔是 他是少数民族 他只能吃牛羊肉 然后我们在新疆还好 但也并不是全都是牛羊肉 他有的时候就吃点馒头 到南京 到南京 尤其是 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只吃馒头 方便面 新疆馒头 而且整个这些戏里边摔啊打啊什么的 也都是老爷子自己做 因为穆克塔尔呢 确实他对这个影片也特别有感情 是 而且呢 随着我们这次要录制这期节目也很想过来 对 但是他人是在伊犁 在伊犁 他的如果是要过来的话 他要从伊犁飞到乌云木齐 再从乌木齐飞到北京 而这个时候他刚刚身体不是特别好 对 所以说呢最后呢 我跟那个 我们的栏目主呢跟那个穆克塔尔老师沟通之后呢 一看就放弃了这次旅行 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 医生也不建议他做这么长途的旅行 他呢也是特别想见到各位 那么今天虽然说他无法来到这里啊 但是我们还是尝试着给穆克塔尔老师打一个电话 我们连线在新疆伊犁的穆克塔尔老师 他那些时候太多苦了 对 哇 你好 穆克塔尔老师您好 这里是电影频道流今岁月节目 嗯 你们几位跟穆克塔尔老师打个招呼吧 喂 喂 穆克塔尔老师您好 我是刘培 你是谁啊 我是你女儿啊 哈哈哈哈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哎呀 你的汉语进步很大嘛 怎么那么长时间你没有叫我呀 哎呀 你在这地方太远了 太远了 嗯 你倒没倒过北京来啊 嗯 我去过 到北京去演出了 嗯 再没去嘛 没见到你们时间待得太短了 我病了 病了 你病了 生病了 我这个开刀了 开刀了 把这个胃啊 哦 去掉了一半 胃去掉了一半 哦 那你注意好好修养 这个吃饭也不太方便 嗯 那你好好修养啊 喂 这个其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大律师呢 大律师 呃 文教授 阿斯拉姆阿拉雅 阿拉雅 阿拉雅 哦 哎呀 太想你了 你这个架石头啊 哈哈 架石头 我现在跟你的女儿在一起 跟马丈奎在一起 哎 我们的头呢 在 我在呀 我在 那个黑风的兔子 哎 黑风的兔子 黑风的头子 黑风的头子 对对对 呃 你身体怎么样恢复的好吗 还可以啊 非常好是吧 那就好 这个 我非常想见到你 今天听说你在义里 离我们太远了 就是 啊 但是我相信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也许今年夏天我要去新疆 对 我也相信 好 我也很想见见他们那些同志 太好了 哎呀 保重身体吧 保重 摩托老师 好 好 好 我们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您 见到你们当年合作的伙伴 好不好 好 保重好身体 希望您在新疆那边很开心 谢谢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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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时候就是穆霍塔尔老师的汉语 现在说得越来越好 对 其实孟端楼兰这部影片的导演 就是张子恩老师 张子恩老师 当时为什么会拍一部 反映楼兰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动作电影呢 下面让我们热烈掌声 请出张子恩导演做客刘金岁月 有请 好 大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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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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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 张导 欢迎您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就是这么粗犷豪放雄魂 具有西域风情的一部影片 是出自我们非常文质彬彬的一位导演 张导 欢迎您 张导演 作为楼兰这样一个题材 一个在2000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国 很多人都充满着好奇 想探究它的秘密 您当时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去拍这个题材的影片吗 这部是一个西域风情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是带有一些梦幻或者说神秘的色彩 因为楼兰是一个消失了的一个神秘的古国 过去在思路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 特别繁荣的一个地方 但突然之间就从地图上消失了 一直到现在呢 基本上没有找到更多的文物 那么就这个戏的那些外景呢 也都是我们在阿克苏的那个沙漠上搭建的 所以那个内景呢 就是在南京的摄影棚里头搭建 凭着幻想 凭着这个想象吧 就是它的老巢了 所以这个是一部充满了想象力的一部动作片 是一个娱乐片 那当时你在挑他们三位的时候 您当时是凭着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去选演员 这部戏的原来的剧本的名字叫楼兰英雄 既然是英雄就要具备那个粗犷啊 高大呀威猛啊这种形象 而且在力度上和气势上 这个它完全能够胜任 那个甲石头 甲石头有一个细节 我不知道它刚才讲的没有 把它绑一个真铁链 它当时呢就是 它演的比较实在 就是傻眼 让它处理它就使劲出 让它演那个时候呢绑那个铁链子 我说你要假装使劲 我预备一开始 它特别使劲 最后愣是把那个铁链子给正断了 正断了以后它也晕了 哦 当时又倒地下了 哦 用力过猛 我们围上了一大堆人过去 然后医生也来了 来了一看说 它这个铁链子 搁着它那个主动脉 哦 这个主动脉一搁之后呢 人就会产生幻觉 哦 结果它就有幻觉了 我们大概有三四个人围着它吧 说哎 这个石头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 哎呀怎么有两三千个人看着我呀 哦 哦 产生幻觉 但是它当时有个细节是特别好笑 哦 站那个悬崖上 当腰大从悬崖上跳的马上多帅呀 啪 啪 飞着马上马上就跑了 很帅很好的设计 嗯 我这个老弟子啪 跑了 一跳 很重 它很浊 就跑了 马大概感觉厚一个声 啪就跑了 一个屁股堆坐在地上 哦 搞得更轻 第二次 再来第二次 还得拍 没完整症啊 对吧 又闪了 啪 这会前面啊 啪 跑了 马头让人拉住 他就不跑了 就露马的屁股半截了 一跳 啪 马跪下了 太重了 记得吗 记得 哎呀 大叔我们都笑死了 把马都压了 这也记得吗 这个拍是第三次 哦 刘培还是个新人 但是最终你还是选了刘培 他有几个很好的条件 第一个个头很高 哦 那个身材很很适合这个形象 另外跟那个男主角配的是非常合适的 哦 另外他学刀马蛋 嗯 学过金句 嗯 所以身段上呢 不至于出太大的差错 当时我看了一下 非常光彩造人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眼我就觉得挑赏他了 那小黄山老师一直演正面 英雄人物军人知识分子都演过 那你让他演反派 是故意的要有所区分 他那次见着我 从来没见我剃光头 嗯 正好我是一幕戏下来 就像现在这样 嗯 他很吃惊鱼啊 这样子 后来说 我现在有个戏要找你演 哦 我不能让你老在好人堆里转 我要让你坏的出名 哈哈哈哈 就这么好 就把我拉扯了 嗯 嗯 嗯 很刚硬 那么我想 反派应该是 反向思维 嗯 应该是让漂亮的人 来演反派 所以我就 首先想到他 另外呢 他对新疆很熟 是 嗯 也懂鲍鱼 也骑马 骑得特别好 你看他这个 穿背心的时候 那个块呢 是很棒的 那么作为一个 黑风头子 那如果没有这个身体 肯定是不像 啊 所以最后选他 就很高兴啊 能够听到关于这部影片拍摄幕后的一些故事 好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还是想请每位嘉宾啊 就说一句话 来表达一下您对于19年前 这部影片拍摄的一个 此时此刻的一个感受 呃 一个非常感谢电影频道给这个机会 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非常感谢 呃 我的恩师张子恩导演 从杂技舞台上 引到影视这个圈里 所以非常谢谢 我的恩师 好 再一个非常感谢 谢谢许华先生老师跟刘培在拍戏的时候 经常呢 在帮助我 谢谢许老师 谢谢刘培 嗯 感谢导演 感谢导演 真的 他就敢用我 来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也感谢导演给我 让我演这么一个角色以后 就想 有这碗酒垫底儿 就再也不怕别的了 哈哈 就觉得真的是 是 这样一个角色你都下来了以后 没有什么不可以 嗯 楼兰梦未断 感谢导演 让我以坏人的形象出名来 哈哈哈哈 我希望观众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依然会注视动作片 欣赏他的动作的美 欣赏他的节奏 欣赏我们伟大的了不起的西部的壮阔和美丽风光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我也想用一句古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是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周我们再见 谢谢 如果你要拥有一种特异功能 你会选择哪一种